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101年的开始就会变成免税 但是这部分塑胶没有包括五大泛用塑胶 刚刚有好几位委员都提过了 这五大泛用塑胶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譬如台塑 台塑是做什么 做PVC 譬如奇美食业 奇美做什么 做ABS 这几个泛用塑胶的原料 事实上都在台湾的产量都是世界数一数二 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 不是第一名第二名表示他还有很强的竞争力 但是现在要税 不过东协加一在今年1月1日实施之后 在新加坡他有很强的竞争对手 新加坡的五大泛用塑胶原料 进口到中国大陆是免税的 那这个部分在ECFA协商的时候 台湾的谈判代表没有办法拿下来 没有办法把它列入找做清单 也就是说将来台湾的这几大强项 进入中国大陆是要税金 那金要不是免税 指令党的委员也说啊 说这个部分的税金很重要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 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这五大费用塑胶 这几项就没有被优惠到 可是呢台湾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进口到台湾的一些塑胶 尤其等一下会提到的这个数值 数值每年台湾有生产七八百亿的数值 他们却是适用免税 我们强项该要的要不到 我们不该让的却让了 政府在拿这个钱编了预算 再叫立法院来寻求通过 通过之后再拿去补助给这个业者 那对我们来讲情何以堪呢 同样一个塑胶原料 有些例如找做清单 那些业者就享受到好处 可是有些业者没有办法享受到好处 反而政府要编预算来补贴这些业者 那私与寿之间啊 未免太不公平 所以其实我们也齐齐要呼吁的 将来对于AQA的找做清单也好 或是后续的协商 有得力的厂商 我们应该或许朝野可以考虑 基于社会公平的原则 可以考虑对这些厂商啊 有实施特别的 这个不是税负 但是有特别的费 使他们能够让 他们能够多把获利吐出一点来 补助一些受损害的厂商 这个应该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考方向 谢谢大家